網路前有很多同學跟著一起做這個 襲災系列法會 大家功德無量 畢定蒙活力加持 業障消除不會增長 災消不來又死極小 我們這次的法會跟上次的有點調整 就是原來上午是誦經 現在改為經經 我們剛才有聽我們敬老和尚的開示 不活襲災 主要是講經說法 就是要把經典這些理論的方法 靜貼給大家說明 那麼我們大家呢 要聽經文法 必定要把佛在經典裡面的這些 教導這些道理方法 都要真正的理解明瞭 知道怎麼需 這樣才能達到襲災的效果 一定會見到 不一定會打算 如果你 你 谢谢大家